适合自己的全自动揉草机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主人小哥 我身边呢,是我们的全自动揉草机 从小到三吨,三点八吨,四点八吨,还有六点八吨 各个型号都有 如何选择呢,很多朋友迷茫了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选啊,可以在我下方私信或者是留言 我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 给您介绍一款适合您用的型号 让您的钱花在正地儿,花在刀刺上 然后今天呢,拍一条佳机的视频 有一位朋友啊,想用这台四点八吨的机器 但是呢,说现在都是清洁杆 看我加工清洁杆也比较多 觉得这机械效果非常不错 想让我加工一些单洁杆 看看效果如何 因为它要冬天留着一块用 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些清洁杆 而且是全出的,带玉米棒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干的 然后全部是放干的,这个玉米棒的啊 就是留着给咱们试机用 然后这台机器呢,是一台220伏的 等会儿我开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压显示啊 另外啊,这位老哥,他是养羊的 我调的是一个短档 如果您是养牛的话,您就调成长档就可以了 下面开机 220伏的机器啊 820伏的机器啊 这可是干食俩用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加入的效果 这上面是干的 可以看到啊 我手不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粉碎的细腻程度啊 像这种料 用来养羊 非常漂亮 非常的松软啊 这种料吃起来特别的香甜 而且一点不打嘴 很柔软的料 可以看到这干食俩完全混合到一块了 咱们来后面看一下这个根茎部分 效果如何啊 都落到这里面了 给它倒出来 这是根茎部分 因为根茎比较重 所以设的比较远 咱们看一下这个根茎部分也是完全皮开揉碎的 没有大块的 大段的这种草料 即使这种芯啊 外皮也是完全剥开了 怎么样呢 养羊养牛 这款机器啊 都是轻松胜任的 还是我刚才说的 如果您不知道如何选择揉草机的话 在我下方赶紧留言 我会愿意的给大家合作啊 感谢大家支持 还是会尽聚的 咱们拍下了 手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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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刮